可是相对它带来一个叫做你刚刚在讲说 我只能买老房子或者我只能租老房子 我只能用所谓的老住宅的时候 那就是最大宗的房屋市场 它是最大宗的 它既然产在土地上头 它就跟环境有关心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既有住宅都也为规 都也侵占 那些通通都可以改变 那能不能让那样子的房子开始友善化呢 它跟新建的住宅最大的差异性是 以前的房子它没有关系 都是个人私人拥有 所以你自己的阳台 你自己的空间要怎么使用它 你可以自己做主 但是你没办法形成规模跟量体 因为通常那一栋的产权人都分开来 我刚刚影片里面有出现一对夫妻 但是画面不够久 叫做律师居协会 他们就是专门做既有住宅改造的 如果自己的房子通风采光 用最少的能源 我们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所有的房子只要它能够自然通风采光 能源用的少 我们需要去产生能源的动作就少 环境杀伤力就少 你不要觉得在山上有一只老鹰 打开是绑180公分 他快要绝种了 他不关我的事 因为我坐一排北市 他住在福山植物园 离我几十公里 不关我们的事吗 其实真的关我们的事 都市为了能源跟环境跟食物的需求 不断向外破章 去那边挖 去那边看把它搬进来用 都市的生活 都市人的习惯 严重在影响着生态的海洋 高三 东东都在影响它 你也许听我这样讲说 那我就买 我就去使用个老旧住宅 然后节约能源 这样算不算保护生态 这样百分之百就是 因为都市根本没有产的 一切都是从外界运过来的 我们能够降到最地最合理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环境的最友善 可是要不要变成那种 有生命力的友善 那要看你有多少的空间 跟你多少可以做主 然后所在位置是哪里 像我们刚刚那位生老师 我们刚刚在吃饭 他吃到那个玉米 这个小龙应该经营非常辛苦 这个玉米长这么小 他那块土地大概不太肥沃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环境条件上头 去反射我们可以做什么 他只有一个关键 你要吗 你要吗 你如果要再小的一盆盆栽 你都可以种一个吸引蝴蝶 让外来吸化蜜蜜 要不然你就会种一个 我要种植物 但是我没有碰面 好 仙人长好了 不就是一盆吗 能不能对生态有贡献 不就是一盆吗 他在观念决定之后 万一你是一个很小的角色 你可能动作就少一点 万一你是一个很大咖 你动作就大一点 但是不乱你 很小的角色还是很大咖 你通通都可以开始 如果你决定要的话 那第九自在三 我已经骗你多想好 导演又用两个 第九自在三 我们大大台湾 我要计划能够找到 合作开设的是 从一只蜜蜂在那些桃碑盖的房子 养育他的下一代 所有的生命 如果在台湾千块土地落户 过着幸福的生活 然后从着台湾住宅室的发展 为什么走到今天 会在稻田里面种房子 不是因为他买了农地 是台湾人对土地跟生命的概念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今天看 我们到达台湾 那是第三期 土地的文物史 还有我们的建筑发展史 台湾人物 还有我们的生态 全部并在一起住 它会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学习 还有人要提问 我们从中到九点